大兄姊妹平安 我是林兆琦牧师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 《萨姆尔记下》5章1到25节 愿神的恩言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和鼓励 随着苏罗王的儿子伊斯波切被杀身亡 苏罗王朝正式落幕 而大卫的王朝却正式揭幕 在经文1-5节 以色列众支派的长老来到希伯伦见大卫 对他说 我们原是你的骨肉 意思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 是雅各的后代 我们同是以色列人 他们终于承认大卫是神所揀选的以色列君王 现在愿意将全国的统治权交给大卫 大卫就在耶和华面前与长老立约 他们就高大卫作以色列的王 大卫登基之后 他的国日建强盛 因为耶和华 万军之神与他同在 大卫选了耶路撒冷为首都 耶路撒冷位于海拔2500尺 除了北面之外 沙面都有峡谷 地势二手难攻 有军事上的优势 另外 耶路撒冷位于便雅敏和犹大的边境 有利于减少南北两方之间的猜忌 大卫攻取了耶布斯 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他为自己建立堡壢 又在四围建筑城墙 之后 大卫从犹大的希伯伦迁到耶路撒冷 起名为大卫城 大卫又得到推罗王希兰提供技术 猜派使者、木像和石像 还有材料、香柏木 来建造宫殿 大卫就知道 耶和华建立他作以色列的王 在经文十七到二十五节 当菲利斯人听闻大卫被高作传以色列的王 他们就感到大受威胁 便从沿岸一带上到尼佛阴谷来寻缩大卫 尼佛阴谷位于耶路撒冷西南边境的广阔山谷 其中一部分是犹大和便雅敏的边界之上 这个山谷沿着西拉尔河进入菲利斯沿岸 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菲利斯人试图截断大卫和北方的联系 所以若果菲利斯人莫胜 他们就会大大削弱大卫的威信 若然大卫能够战胜击菲利斯人 肯定他就可以统一全以色列国了 面对菲利斯人的入侵 大卫首先求问耶和华 我可以想去攻打菲利斯人吗 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就对大卫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将菲利斯人交在你手里 大卫信服听诚神的吩咐 结果奇开得胜 他在尼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击败了菲利斯人 大卫清革的地方叫做巴力比拉森 意思就是冲破敌人之神 后来菲利斯人再次上来攻击大卫 他们散布在尼佛阴谷 大卫这个时候并没有轻敌 他继续专心来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说 不要直上 要咬到他们后头 从桑树林对面攻打他们 你听见桑树山上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急出前去 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出去 在你前头攻打菲利斯人的军队了 于是大卫就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 攻打菲利斯人 从加巴直到基色 结果大卫大获全盛 在历代字上十四章十七节这样记载 于是大卫的名全阳到万邦 耶和华使万国都惧怕他 当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之后 他仍然谦卑信靠神 他并没有被权力胜利而充分头脑 大卫以神为他的缘水 大卫对神的信心 其实不是一时三刻就有的 而是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历练 他是人生的高山低谷 特别是在被扫罗追杀的日子里面 他亲身经历神是一位信实的主 神保护与他同在 大卫在诗篇十八篇一到二节这样写到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盆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大卫的一生都尊神为大 以神为神 神在他的心里面最具分量 但兄姐妹 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又有多少分量呢 我们会不会像大卫一样 无论大小事情都向神来求问 顺服遵循他的吩咐呢 我们会将神的话语常传在心里面 还是会将圣经放在书架上子宫观赏呢 愿神光照我们的生命 以尊神为大 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用我们同心祈祷啊 亲爱天父 我们要赞美清重你的圣明 因你是信实的主 你看顾保守 凡求告信靠你的人 恳求圣灵帮助我们学习大卫 在人生的路上 无论遇到任何的境遇 仍能持守对神的信靠 尊神为大 愿主赐我们信心 勇气和力量 我们同心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明祈求 阿们